条文本期在事先也做了一些整理 相关的条文我等一下准备以书面 先给部里面做一个参考 我们等于在昨天讨论的时候 我们能够争取时间 我想这段时间国军正在做汉管演习 我记得前面几次咨询 我也对部长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个人认为我们国防部要想顺利地执行募兵制 我们现有的状况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讲的平战是不在指挥链上的单位 要考虑到减并或猜测 我想汉管演习最好是一个验证的机会 部部长能认同吗 非常认同 报告委员我们在这方面今年就把这些东西 纳入我们的演习的验证的项目 也必须要在座这边检讨 第二个问题我就讲到了 头重脚轻的问题 也就是说战斗部队相对的少 指挥机构相对的庞大 这种单位要开始检讨 您同意吗 非常同意 这方面我们也预请战规师 还有我们部内的同认相关单位做一个检讨 好第三个 我讲我们木兵制最重要的除了我们本身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以外 我们还要有诱因 我也讲了我们退附会在座的也有退附会的单位在这边 你们主任委员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执行过 如果我们退附会不做一个全面的配套结合 这件木兵制的工作非常容易跳跑 你认同吗 非常认同 我希望我们国防部跟退附会同样都是在行政院下面的一级单位 但是你的功能 国防部是用的轻撞的这一段 退附会所扮演的是撞老年的这一段 国防部加上退附会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效的加以运用的话 人力不会浪费 我们也符合我们任何一个年轻人进入了军事院校 他的一个全职的一个工作权得以保障 否则的话 四十几岁就退伍 大家都认为是浪费 大家都认为是不合理 但是这是制度造成的 但是我们宪法里面明确的规定 肯定军人对于国家的贡献 退休以后应该予以就学就养就医予以保障 结果没有保障 这一点是很遗憾的 期盼我们国防部要坚持 谢谢文师导 我们会在这方面做更大的一些改进 好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想穆兵制不外乎我们是走向军兵主义 我们部队有所谓的长辈部队 后辈部队 那我们走向穆兵制 我们后辈部队是不是相对的更加重要 是的 包委 那我们后辈部队这一部分 请问部部长 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强化工作 这方面我们请我们后辈的同仁来跟您说明一下 简单的讲 包委员 我们是依法来实施八年之内退伍八年之内来实施有四次的教育招集训练 那么现在教育招集的训练是日渐精实 那么从最近的汉光演习 比如昨天前天的各项媒体的报道 海服也好或者是洗漱也好 这些的演练都可以证明它日渐增强 那么在这方面不可否认我们还有一些经济空间我们继续会把它加强 让将来的后辈部队能够跟长辈部队一样 旅行国土防卫的责任 包完毕 刚才您所讲的 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后辈动员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们我想你很知道 海群署担任第一线的守备 完全警察化了 如何守备 我们替代于没有做充分的运用 如何强化 我们的长辈部队退役以后变成后辈部队 从真兵制调整到木兵制这个转换的过程 怎么样让它不形成间隙 怎么样让它的专长能够符合 有没有做彻底深度完整的考量 这一群部里面 下委员报告一下 这方面您指教的非常的对 这些衔接的问题 这方面有一些这些断层的问题呢 关系到国军未来的一个整个的战略的一个培养 所以在实施木兵制以后 不仅是后辈单位加强 我们跟其他的单位 也刚刚委员所提到了 海巡还有这些所谓替代役的部分 部内都在考量 如何的结合我们后辈的一些制度的改革 来做一个增强后辈动员的一个能量 我想后辈动员的战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让动员作业的速度快 部队编程的速度快 战力恢复的速度快 你动员战备才有取册 委员指教的非常的对 所以这次我们在星期天发布同性演习的时候 就在验证我们现在初步所改进的一些动员的一些机制 那么这次动员一万多人 那么在整个的编程方面也做了一些新的调整 所以我们从这次演习里面要获得一些经验 再做更精进的一些作为 好 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另外会早时间再跟国防部就要有关动员战备的问题 这今天不是这几十分钟就能解决的 但是我对替代役非常的失望 我想请内政部的代表简单报告一下 请副部长就做 请问 内政部对于替代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简单的说 我们替代役是从89年5月1号 好 89年5月1号开始 是921正在以后对不对 是正逢921正在的时候 因为我们第一年的人力几乎都投入921的正在 好 我想在921正在十周年的时候 本夕有幸担任921正在十年检导会的主席 贵部的简单狼次长是参与者 他跟我信誓旦旦的 就单是他的主要任务 你认不认同 你有没有听你部长回去跟你说 是在目前救灾应该是我们内政部属于消防署的这个主要的工作 好 你既然是你消防署的主要任务 你从89年到现在 你每一年的替代役的预览有多少 我们一年的替代预览大概在一万八千人左右 好 你有一万八千多人的筹码 你为什么不考虑到你的主任务 救灾的任务 你让他平均分到各单位去做一个消化 你是不是恶性消化我们的豫南吗 因为我们的豫南 他并没有具有交 都具有这个救灾的这个官场 没有人签产 今天我们的阿兵哥 他原来也是老百姓 你的替代跟他一样也是老百姓 甚至于本席所了解的你替代役的预览 选择性比我们伏兵役的预览还要高 你说他没有能力 完全是推迟 你们内政部对于这一点 完全勤忽 完全推卸责任 本席极为不满 我希望替代役的问题 你们要深度的检讨 今天完了以后 我要请贵部跟国防部 针对替代役要做专案报告 你了解吗 是 我是了解 这个委员的这个指示 我们会做成决议 做过委员会做成决议 去做 但是最主要是 他的这个 他自己本身的能力的 你不要讲了 能力是训练的 我们的阿兵哥 到了装甲部队 他要训练他的装甲的专长 那他原来也不会啊 你经过训练才会嘛 你也是当过兵的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完全是推迟 完全是推迟 本席不能认同 我希望 这这么多的筹码在你们手上 你不做有计划 有不做 有准备的去因应 而 阴迷的依赖国防部的 长辈兵力 各位 我们每个兵都要花三万多来当兵 你为什么手头上的 替代役不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替代役退休以后 为什么没有管制 为什么没有教招 我们的兵 我们的常备兵 退伍以后 有点招 有教招 有各种的着急 为什么我们的替代役的兵 退伍以后 似同除狱 不公平 我们必须都讲究的是公平啊 各位 如果说这一点呢 不能够更让我们国人知道的话 你们愧对国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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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